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希望每个量级都有选手参赛 好增加夺牌的机会 于是让险给曾伟 而他自己改打第二量级 精神实在是相当令人佩服 面对镜头开心打招呼 事实上为了台北听奥 林伯冲身上伤痕累累 为了髋关节休息了两个礼拜做复健 OK了之后回场上 那因为他很心急 所以练习的时候很容易不小心 那他的左脚踝跟右膝盖 都是因为后来陆陆续续弄伤的 这么拼是不想辜负大家对他的期望 大家都把我的实力看成太好了 让我有点压力 把压力化为训练的动力 林伯冲全力准备好议员他的夺金梦 而身为队长的他也希望队上能有更多金 原本以他的身材打第一量级最具有冠军项 但他却让贤给曾伟改打第二量级 这个比赛如果每个量级都有人的话 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不要因为一个人的关系 然后又提掉一个有机会多排的选手 知道林伯冲用心良苦 因而选上听奥台拳国手的曾伟好感动 希望我跟你伯冲一级冰箭作战 把青岛拿去爬回来 再加上第三辆级的颜国城 和第四辆级的黄培尾黄金四剑客 已经准备好要踢出台湾无声的力量 男子组阵容坚强 女子组实力也不遑多让 他是吕诗柔 国小三年级开始接受奥运金牌珠穆颜的 启蒙教练球共争的调教 刚选过青少年跆拳国手 去年不管是法国舞蹈锦标赛 还是台北国际邀请赛 吕诗柔都是轻松得金 实力坚强下在韩国队放弃参加台北听奥 而另外两位选手黄子云和陈宇军 实力也不断地在进步当中 现在就等着前进台北听奥 这七位听奥跆拳小将 希望做到像这一面标语说的 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记者陈修林郑凯文台北报道 继续是国际手语的时间 来看看武龙老师今天将门什么单字 开口微笑举手欢迎 2009金战奥运在台北 我是小叔 我是乌龙 动动双手 大家一起来学国际手语 武龙老师 你的白头发是不是变多了 有吗 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累是一定的 筹备听奥是很重大的挑战 看得出来 你劳心又劳力 自己要好好保重哦 放心 我很乐于接受挑战 一定会全力一步 那先教教大家 挑战的手语怎么笔吧 没问题 台湾手语的笔法 挑战 国际手语的笔法 挑战 挑战 国际手语轻松笔 听障奥运就派你 为了减轻灾民的负担 行政院宣布 只要土地流失 房屋全毁的灾民 房贷将由公股银行盖瓜承受 初步估计 大约有300户左右 但是问题是 还有很多灾民的房子 是向民间银行来贷款 而他们的损失 公家又要如何来帮他们呢 为在高雄内门的顺行宫 再过几天 里头所有的灾民 都要搬到国军提供的安置所 从高雄县桃园乡 逃出来的正姓一家人 整理家当 带着生活国籍品 他们要搬到20多分钟车程 比较多族人居住的 大陵安置所 教会长老唱着 布农族的欢迎歌 看到逃过劫难的族人 大家都很开心 灾情惨重的高雄县山地部落 这次有不少灾民土地房舍 都被淹没在土石流里 为了减轻灾民的负担 行政院宣布 土地流失 房舍全毁 若是由公股银行承办 将可以由银行盖国承受 不过对正家来说 房贷是向民间银行借的 风灾过后 他们的房子也被土石流 掏空了地基 房子等于位在悬崖边 还有二十几万的贷款还没有还 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晓得 我看有没有可以沾软一下 因为现在没有工作 小孩子要躲出了 郑先生说 他明天就可以回府上班 继续开大客车 只希望银行能够宽限他们 慢慢的团 用那个账还 这样子要办 很多都没有工作 不过郑先生说 像他这么幸运的同乡 其实并不多 他有个小朋友 能力毁了 房子也不能住了 还背着贷款 面对未来大家都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接着陈树均 陈信隆 高雄旗山采访报导 今天的手语新闻通 来学学房贷的手语要怎么比 先比出房子 另一边比银行 钱借过来 对着银行的方向分歧付款 要注意方向性哦 我们再来一次 这就是房贷的手语 对银行的方向 你帮助 你帮助